女子来到开封府宫堂撞告展昭 可面对包拯的询问她却无从开口 你撞告展昭何罪 后面的无鼠见女子犹豫不决 一一替她列举展昭罪状 展昭谋害师父 大逆不道 展昭必死师父 忘恩负义 展昭强抢骑士遗体 知法办法 她还用老鼠来捕捉我们 本夫问的是云狗 我们都是云狗 众所周知南侠展昭一向以侠义闻名 断不会做出欺世灭祖之事 这背后肯定存在着什么误会 几天前大魔头沙千里带着队伍 大摇大摆从京城街道经过 殊不知在这附近隐藏着各路高手 都在寻找时机将他擒获 穿山鼠徐庆率先出手直奔沙千里 翻江鼠蒋平健壮立刻起身 帮助三哥歼灭敌人 两位高手对付这些小喽啰自然不在话下 接着几毛鼠白玉堂飞身前来 也加入了这乱斗之中 老二彻底鼠寒章一路顿地而来 第一时间打开囚车车门 释放被沙千里掳走的无辜少女 就在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扎人小分队率领一众侍卫也赶了过来 沙千里见情况不妙 不宜恋战立刻脱逃 无鼠和展昭怎肯就此放过他 六人一路追至荒郊野外 展昭轻功了得 率先出手控制住了沙千里 正要把他带回开封府的时候 无鼠却不乐意了 沙千里在陷空岛作妖 不仅杀害了七人 还绑架了三名少女 将其贩卖为绩 今天就是要将他抓回去 以为受害者在天之灵 展昭身在宫门 抓到犯人自然要交由官府处置 所以说什么也不愿无鼠带走药犯 自古都有一个道理 御棒相争渔翁得利 展昭与无鼠激烈争夺之后 想要匆匆带走沙千里 怎料这时沙千里的师姐九尾狐凭空出现 一只飞镖打得展昭猝不及防 两人成功逃脱 九尾狐以毒闻名 暗器上自然少不了秘制毒药 展昭毒气攻心晕倒在荒郊野里 幸亏被师父和师妹发现 两人将其带回开封府 展昭身中西域奇毒 就连公孙策也束手无策 师父为了救徒儿 强行将自己六十年的功力传给展昭 让他用身后内力直接将毒逼出体管 与此同时沙千里和九尾狐 正在策划如何报这个仇 现在无鼠和展昭为他起了冲突 只要暗中在火上加板油 他们即可坐收渔翁之力 此时无鼠正在客栈用餐 殿小二给他们上了一道硬餐 小二 这是到什么餐啊 红烧通子鸡 我先来半只 其廖一打开竟变成了五只小灰鼠 这下可把无鼠气得不轻 白玉堂猜测这定是展昭所为 随后廖进来的一只飞镖 直接坐实了他的猜测 欲猫恭送 过街老鼠 然而他们却不知 此时展昭正在与剧毒做斗争 通过师父的传授功力 展昭身体逐渐康复 其实孟老先生这次来开封府 就是来解决女儿春妮的终身大事 他前来请示包大人一姐 包整言道只要展护卫同意 他乐观齐成 这边春妮如是告知师兄 没想到他竟出言拒绝 展昭认为自己人在宫门 执法九死一生 根本不适合成家 春妮得知师兄想法十分难为情 感情知识抢求不来 可如今他爹武功竟是形同废人 他怕一旦遭此打击 身体承受不住 于是希望师兄能帮忙隐瞒一下 到时候他一定设法将婚事无限期拖延 展昭不希望用一个谎去圆一百个谎 跪地告知师父实情 孟老先生一怒之下带着春妮离开了开封府 结果在住客栈的时候被一群小混混欺负 白玉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三拳两脚就赶走了闹事的人 得知客栈人满 还将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他们住 春妮感激不尽 展昭实在放不下师父和师妹 第二天就到客栈寻找 谁曾想尽遭白玉堂阻拦 白玉堂正愁找不到理由跟他算账 他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两人一言不合就开打 最后被老大钻天鼠炉方叫停 展昭跟着春妮来到房间 两人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孟老先生静上掉自尽了 展昭第一时间护住师父心脉 一抬头便发现异常 立刻冲出窗外勘察 原来是九尾狐和沙千里在作祟 屋内的动静惊动白玉堂 即使他在运工护脉也回天法术 此时他又在墙上发现忘恩负义四的喜字 展昭拼尽全力与九尾狐和沙千里对抗 可惜最后还是被他们逃脱 展昭回来看到棺木痛心疾首 希望春妮能晚些返乡 她定会抓住凶手还师父一个公道 却不知师妹已经将父亲的死怪到她的头上 春妮认为都是因为展昭不同意婚事 父亲受到打击才悬梁自尽 并且墙上的四个大字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展昭明确指出师父是被沙千里和九尾狐所杀 体内肯定有毒 是非真相一焰便知 此时春妮正在气头上 师兄说什么他都不愿相信 再加上无鼠在一旁冷言拱火 他更加相信自己所看到 春妮执意要送父亲返乡 展昭出手阻拦却遭他刺伤 这边九尾狐和沙千里并没有就此停手 深夜派人偷袭无鼠与春妮 趁他们打斗之时盗走了孟老先生的尸体 然后再放到开封府门口 好一招栽赃嫁祸 白玉堂小肚鸡肠 由于之前的误会一直揪着展昭不放 于是第一时间想到了他 无鼠与春妮赶到开封府 正好看到展昭在往回搬运尸体 两方的误会越来越大 展大侠竟然要强行验尸 孟姑娘 叫他心服口服 春妮上前击鼓鸣冤 将师兄告上公堂 现空岛无属于展昭师妹和力来开封府 壮告展昭逼死师父 展昭被诬陷 有理说不出 包拯即刻传唤武座验尸 结果却是毫无中毒现象 这就说明孟老先生并非被九尾狐所毒死 白玉堂认为这足以摆脱他杀的嫌疑 并将罪犯嫌疑直接指向展昭 随后还言到孟老先生留下的血书 就是展昭犯罪的证据 忘恩负义四个字指的是何人 大家心里都有数 为了查明真相 包拯立刻命人打到命案现场勘查 结果在包大人询问的时候 春妮却表示墙上的字不似父亲的笔记 公孙策还在现场查出草席和床板均有裂痕 证明此处曾经发生过打斗 孟老先生若是自杀 又岂会破坏这些东西 随后又询问殿小二可否见过画像上的人 据他描述这两个人曾来拜访过孟老先生 其真相不言而喻 由于武鼠被沙千里和九尾狐挑拨 早就看展昭不顺眼 即使开封府找到他杀的证据 他们也依然不相信 认为殿小二是畏惧开封府的威严才能要说的 包拯甚是无语 只能先打到回府 夜晚展昭陪同春妮守的师傅 武鼠前来吊咽 结果卢方在上香的时候遭毒香炸毁眼睛 由于与展昭积怨已久 他又站在旁边 这笔账又自动算到了他的头上 老三迫不及待要去找开封府算账 老二却认为硬闯开封府不见得能占到便宜 他自有妙计 深夜八贤王在花厅独自欣赏宝贝 藩江鼠从水中一跃而起 直接抢走了玉如意 并放话如果想寻回宝物就去找展昭 与此同时穿山鼠破墙而入闯进皇宫 明目张胆从太后手中夺走了明珠 留下纸条 上面写着八个大字 于寻明珠 可找展昭 这分明就是故意给展昭找麻烦 另一边彻底属趁人不被钻进开封府 直接盗走了玉次的上方宝剑 宝物被抢 太后与八王爷都极为震怒 皇上得知此事大怒 给开封府七天破案时间 时间紧急 展昭在外到处追查宝物的下落 皇天不负有信任 终于让他找到了吴蜀的地址 吴蜀有意玩耍玉猫 几人接力移送上方宝剑 成功逃脱 没想到几只老鼠竟把猫耍得团团转 皇上下令全程捉拿吴蜀 包整却认为吴蜀皆为有用之才 若是能够收服孝命朝廷 必将成为大宋之福 于是拉着八贤王一起进皇宫 恳请皇上降旨解除七日之嫌 赦免吴蜀之罪 听了包整的建议 皇上原本有些犹豫 可得知太后因明珠被结义室晕倒在地大发围停 包整 存在 整现你三日之内寻回明珠 明珠不悔 无数必死 老大卢方得知兄弟们闹到宫中 认为这种做法不成梯头 如今无数与展昭误会越来越深 九尾狐和沙千里并没有就此收手 继续作妖挑拨两者关系 不仅放毒毒晕了老二 还残忍地杀害了越来客栈的老板和伙计 就连店内的客人也不放过 并在墙上留下血子 顺理成章地将罪名嫁祸给无数 大哥和二哥均遭人陷害 白玉堂厌不下这口气 躲避孟老先生灵堂后面守株待兔 刺激寻找斩昭报仇 结果被九尾狐和沙千里截狐 我让你尝一尝绝命毒掌的厉害 绝命毒掌再厉害 也不抵南侠的一身武艺 即使两人合力 最后还是被斩昭打得四处逃窜 斩昭认为师父的遗体留在开封府永远不得安宁 于是让春妮即刻运送返乡 无数得知消息立马赶来护送 老大和老二经过运功治疗 被九尾狐中下的毒素已全部排除体外 如今已经完全恢复 然而众人不知的是运送遗体 其实是斩昭抓捕无数的计策 就在前一晚 包拯因皇上给的三日期限十分惆怅 斩昭不想大人为难 想出一个追回三宝的计策 若春妮奉师父遗体返向安葬 以无数之性情必定会前往驻她一臂之力 到时候斩昭只要隐身棺木之中 不愁无数不现身 待白玉堂靠近 斩昭立刻破关而出见秦与她 孟姑娘 你知不知道 你当了斩昭的诱饵 春妮被斩昭利用 原本就有误会的两人再次产生隔阂 儒芳见此情况立马现身控场 并延到无数之不再三宝 只要斩大侠放了五弟 一切好商量 斩昭相信儒芳言出必行 当即放了白玉堂 而归还三宝的条件则是 只要斩昭赢了他们兄弟一招半身 立刻将三宝如数归还 这第一关便是老四番将属 在水里斩昭或许奈何不了她 但在路上相比她可差远了 第二关乃是老三穿山属 猫捉老鼠 三拳两脚便将她打倒在地 第三位首关的则是老三撤地属 斩昭一个烟雾弹便把她炸得服服贴贴 第四关是锦毛鼠白玉堂 比前面三个哥哥抵抗的都要久 五鼠中她的武功最高 可跟斩昭相比 她还是略训一筹 最后一关乃是老大钻天鼠 虽然斩昭连闯四关 但无力之并没有因此而下降 与卢方连战几十招之后 成功夺回三宝 南侠斩昭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五鼠佩服 斩昭将三宝夺回之后 立刻将其交由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回府衙 他则去追回父亲离开的师妹 其料在运送途中又遭沙千里和九尾狐抢劫 太后因巫鼠抢劫明珠并倒在床 皇上大怒当即下令封锁京城 逐户抓捕巫鼠 结果遭包拯阻拦 包拯认为若十万进军搜成 若是其中有害群之马 一旦有人趁火打劫 后果则不堪设想 于是恳请皇上收回成命 此时皇上正在气头上 严令包拯明日之前必须交回明珠 否则就为她试问 然而他们不知的是 展昭已从无数手中夺回三宝 可在扎人小分队护送的时候 又遭九尾狐和沙千里抢夺 幸亏展昭及时出现止损 只让他们抢走了上方宝剑 明珠被安全送回开封府 随后再由八贤王护送进攻 谁知途中又遭黑衣蒙面人抢去 展昭见此人行为异常上前阻拦 却没想到此人竟是孟春妮 他因展昭利用他 负气离去 如今抢夺明珠就是故意再给展昭找麻烦 八贤王带领一众侍卫追来 并命展昭抓住此人 展昭得知春妮所作所为 劝解无果只有出手抢夺 其结果就是两人越闹越僵 明珠终于护送回宫 太后再见宝物大喜 上方宝剑丢失 包拯便犯了欺君大罪 展昭为了保护大人全力搜寻沙千里下落 在一番激烈的打斗下 终于再次夺回上方宝剑 其实这一切都是杀千里与九尾狐的阴谋 上方宝剑被提前抹了毒药 展昭再次深中剧毒 另一边四鼠来客栈吃饭察觉酒中有毒 假装晕倒引来店小二 结果在审问的时候小二咬舌自尽 四鼠发现客栈一时间尽空无一人 下楼才发现真正的店小二已被下毒杀害 此时展昭已经中毒 断不会再来此下毒 四鼠终于明白真相 与此同时九尾狐和沙千里也不忘对孟春丽下手 两人合力将其抓获 通过他们的自爆 春丽这才得知父亲原来死于他俩之手 展昭一直在被他们误解 皇上对于五鼠大闹东京城的行为忍无可忍 下令全城击捕他们 很快一众禁军便找到了五鼠的下落 白玉堂和三哥四哥的意思是杀出重围 儒方紧急制止并言道五鼠只杀坏人 不对官府下手 于是自动缴械投降 如今展昭已毒气攻心 若再不尽快把毒逼出体外 恐怕将会终身残废 公孙策未救展昭 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五鼠 苗将尸毒无药可解 唯有数大高手联手运功逼毒方能奏效 公孙策带领王朝马汉和张龙照 来牢中求助五鼠 原本他们对开丰府的积苑已久不打算帮忙 棉花店私火 面谈 最后还是被公孙策的真诚所打动 他们外出期间由开丰府团队代替坐牢 五鼠联手运功 展昭解毒在望 可惜这个时候沙千里又来捣乱 他们唯恐展昭康复与五鼠合力对付他们 于是拿春妮的宝剑做诱饵 诱导五鼠上门救主 五鼠原本想先联手为展昭疗毒 然后再去救孟春妮 可展昭执意让他们先去救师妹 如果先给她疗毒 五鼠必定消耗大半功力 并且短期之内难以恢复 沙千里既然敢下战书 必然有重兵埋伏 他们若不能全力以赴 到时候恐怕自身难保 更不用说就春妮了 果然不出所料 沙千里早有预谋 但五鼠营救之时 提前找人易容孟春妮 趁白玉堂靠近的时候伺机偷袭 与此同时包拯进宫恳请皇上能释放五鼠 他坚信只要能收服 他们必定会为大宋造福 可皇上十分看不惯五鼠的行为 因此久久不愿松口 最后还是太后出面才肯答应 太后之所以帮包拯说话 一来是欠包拯人情 二来当年他流落民间时 曾获白玉堂仗义相助 五鼠被释放 就意味着王朝马汉张龙照虎 不用再代替坐牢 四人出狱的第一时间就是赶来帮忙 五鼠为了全身心投入战斗当中 便先让他们带富商的白玉堂回开封府 剩下四鼠则兵分两路 抓捕沙千里和九尾狐 没想到九尾狐竟独自闯进开封府 斩召即使身中剧毒 也要全力保护包大人的安全 与此同时 四鼠正在抓捕沙千里 虽然最后不幸被他逃脱 好在成功就回了孟春妮 这边斩召正在与九尾狐激烈的缠斗 斩召虽身中剧毒 但武力值依然不弱 九尾狐见自己身处 若是不宜恋战想要逃脱 刚好这时春妮与四鼠赶来 成功将其擒获 不想此时斩召突然口吐鲜血 差点晕倒 原来是刚才在与九尾狐打斗时 强行运功导致毒气已然攻心 如若再不及时医治 后果将不堪设想 九尾狐之毒果然厉害 就连知识渊博的公孙策也束手无策 如今只有从事毒者的身上找解药 公孙策拜托春妮去牢中搜身 同为女人好下手 经过春妮一下虎 九尾狐只好乖乖拿出解药 可惜只有一颗 因解药比毒药更难炼制 况且九尾狐从来就没想着要救人 这颗解药还是留给自己用的 春妮拿到解药陷入了两难 一个是曾多次帮助自己的好朋友 一个是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师兄 春妮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纠结之下她还是决定先救师兄 怕斩昭不吃还骗她白玉堂已经服过解药 斩昭一眼就看出春妮在撒谎 最后强行点住她穴道 将唯一的一颗解药送给白玉堂 白玉堂看到解药开心服下 斩昭却因毒气不满全身 口吐鲜血晕倒在地 沙千里逃脱之后依然不死心 独自闯进开封府想要寄桌包拯 拿她交换师姐九尾狐 然而她万万没想到 穿山蜀假扮包拯已在此恭候多时 最终吴蜀合力成功将其擒货 公堂之上 沙千里与九尾狐已然共认不讳 均被包拯判以炸刀之行 九尾狐唯恐被炸刀触斩 死无全尸 在他们给沙千里行刑时咬蛇自尽 太后得知斩昭身中剧毒 立刻派八王爷宋明珠至开封府 此诸传闻乃神龙之物 服下之后百毒不侵 斩昭终于有救了 最终吴蜀军被皇上召见 原本五人入宫盗宝应当一律降罪 皇上念在他们能够知错能改 并协助官方情凶成恶特于免责 吴蜀名称不雅 朕为尔等赐名曰 五亿 你们要好自为之 谢皇上 斩昭多次出生入死为朝廷孝命 皇上特加封他为御前三品带刀护卫 仍暂借开封府听用 而孟春妮则是被太后收为义母 并赐封为太平公主 斩昭终于不用再为师父担心了 皇上念包整为朝廷呕心沥血 甚是辛苦 特给嫁三月 让他出去散心 可身为百姓的包卿天 开封府的父母官 他真的能抛开暗中之劳享受清闲吗 就在包整准备外出旅游时 迎面被一小女孩拦截 女孩地上撞旨 包大人在看完之后甚是气愤 皇上马汉 战龙在府 战 回府生堪 是